有人说越南没有淘宝在网上不能购物 大家看我后面这个越南的物流啊 越南物流现在非常多了 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大家看一下物流啊 他这应该是收件的收件的 他现在物流他是本地物流啊 他不是中国的中投啊 圆通啊那些啊 他是本地的 有好几家呢 我看到有好几个不投装修的店面 他们还给还挺繁忙的 给菜鸟一站似的 每段是每隔一段还有还有几家 我发现这个越南物流行业比两三年更多了 大家看这是一个土地庙吧 应该是个庙啊 物流现在越来越频繁了 而且很专业化 我发现你看这个图案 图案设计的还像是正规公司 就跟睡风似的 统一装束 统一帽子 统一这个衣服 现在越南物流很发达呀 很发达就证明网上购物发达嘛 网上不购物 网上购物不发达的话 就靠个人寄快递 那不可能有如此多的 如此多的这个快递公司啊 所以说目前来看这个在越南网上购物应该很发达 很发达 因为越南国家小发展很快 前几年我碰到越南人 他们都羡慕中国 他们遇到我都羡慕 我还说你们中国都有淘宝 有淘宝网上购物很方便 很方便 现在我发现 他们可能已经发展起来网上购物的这个平台了 来看又一个快递 又一个快递公司 送快递的 摩托车送快递 律师快递 越南这边真的是突飞猛进啊 各方面都已经赶超中国了 像快递呀 以前没有的 以前不行的 现在搜一下的就多了